6月30日晚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国家安全法正式看线生效。 7月1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关林郑月娥在港表示, 此次立法工作体现了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坚持以及改善一国两制实践的决心。 当日下午,林郑月娥与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曾若华、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与同会见传媒。 林郑月娥指出,过去23年来,香港推行一国两制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情况。 有些地方需要完善,第一,是为能认真严肃处理好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第二,是特区未能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制度。 第三,是为能够做好推广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宣传和教育,特别是针对年轻一代。 第四,是为能够有效促进深化中央和特区关系的发展。 这四方面的有待改善的工作,就令到香港出现了一些危机、一些风险。 尤其是当有一些本地的激进分子,有一些反政府的思维不断地传播,也有一些外部的势力,就形成了一些张力,令到香港社会会一触即发。 自去年六月,我们见到香港发生的暴乱,可能就是这种一触即发的现象。 中央当然也是因为看到,自从去年六月,在香港发生的暴乱,而是觉得是需要出手。 林郑月娥强调,中央有决心停止香港持续一年的乱局,令香港恢复繁荣稳定, 同时要保护香港绝大多数奉公守法的市民。 不要被一小撮人的行为危害,此次立法体现了中央对特区的高度信任。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属全国性法律,涉及国际间错综复杂形式, 但主体执行这项法律责任的机关仍属于香港特区。 我们今次一定要将这个法律执行得好,因为中央对我们高度信任,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执行方面尽我们最大的努力。